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毛衣 应该是毛衣 我觉得样子还可以 然后米修给它搭配的是 就全部 因为他们说我的话比较快 然后说平均的话比较好看 就是一套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想想来这一套 然后我们来之前还出了个咖啡 一会儿逛完一粒的之后 我打算再去楼下肯迷路 我之前看中了一座包 然后打算找我妈妈去看一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卡 我刚才跟友谊无意去购物了 就是跟我妈妈去购物了 去的西茂 然后刚才也在商店里面给大家录了一小点点 就是我在优衣库买衣服 因为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在优衣库买 是因为跟其他的牌子比的话 他卖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质量还不错 然后差不多就是一百多块钱就可以买一套 如果是夏天那种T恤衫的话 你一百块钱就可以买个两三套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喜欢在优衣库买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东西 我买了一个绿色的一个像小毛衫似的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价格是59块9毛钱 是60块钱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因为我最近就是发现买毛衫的话 你千万不能买这种缝大的 如果缝大的的话把它穿起来会冷 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缝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冬天如果冷的话可以穿 然后还买了一条裙子 因为我的胯部比较大 他们说我穿裙子就会比较好看 然后这是一条长裙 它就是差不多到脚踝的位置吧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你里面穿一个黑色的打底裤 然后套一个裙子 穿一个小皮鞋 挺好看的 就是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都是绿色系的 这是一套 这个裙子的话是看一下价格 裙子的话是49块9毛钱50块钱 衣服贵了10块 裙子便宜了10块 我觉得这个挺合适的 然后大家有时间可以吃看一看 我爸爸就特别喜欢Lululemon的衣服 然后这不是巴黎奥运会刚结束吗 然后那个加拿大国家队的赞助服就是Lululemon的 我爸就特别想买一点奥运的Lululemon 所以我们就去了 然后正好赶上奥运的衣服都属于final sale 能便宜一个100多块钱吧 所以就给他选了一件 应该不是我们给他选择 是他自己选的 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个设计比较好玩的就是这个袖子 是可以摘下来或者安上的 你看这块就是有一个拉环 然后这个袖子可以当转袖穿 也可以当长袖穿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爸只能穿小号或者中号 他那个摆在货件上面 就只有大号或者大的号 然后这件衣服是我们从模特身上面 给耗下来的 因为这个是小号 摩托身上穿的是一个小号 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这个价格是268 然后我们花是137买回来的 它打折final sale 能便宜一个100多块钱 然后这个袖子的话是在 口袋里面它是这个样子 给大家穿上看一眼 如果是凑个热闹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个玩 而且现在就是打折 这个样子刀 一个是长袖 一个是矛袖 可以卸下来的 还挺好看的 最后就是一个 一个贵家点的东西 这个纸袋子质量太不好 然后就是一个贵家的东西 这个 这个是我买的包包 因为我们家里西茂特别近 然后我这两天一直都在跑西茂 我这个包包我已经看了好几天了 最后今天拿下了 我这个 这个 给大家看看 我买的是 F cease 化石的 我看网上管这个叫波士顿包 这个应该是火了很长时间 我去年冬天的时候 就有在网上面看见这个包 就是叫什么波士顿宝 它有一个很小的mini size 然后这个是正常size的 小的的话差不多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背的包 我现在背的就是Bosso的包 应该是几年前买的 然后我还录过开箱 我觉得它质量很好 小的的话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设计 然后但是是这么大的 然后我就没想买那个小的 是因为他们说大的比较实用 然后再加上我已经有一个小包了 这个包我差不多背了两年多了吧 就是夏天冬天一直在背就没换过 然后它的就是整个皮子都没有坏 顶多就是这个边上面稍稍有一点点抹掉皮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Bosso的它家 一点是因为它家服务比较好 就是我去年有一个钱包坏了 它那个是卡扣的地方坏了 然后我是圣诞节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它说 我说这个钱包是在你家买的 但是它现在坏了 能给我修一下吗 然后他们二话没说 就直接给我换了个新的 连修都没修 所以我对大家的印象还挺不错的 我就正好今天买的这个包 它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可以可以拎着 也可以鞋背 我比较喜欢鞋背 然后它的大小我觉得是刚刚好 然后我看网上面有人介绍说 它比较适合是一个通勤包 就里面可以放水杯啊雨伞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笔记本什么的 然后再加上它是拉滑性质的 它到时候东西也不会丢 就退线 里面都是塞的乱七八糟的纸 它的尺寸也挺好 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袋子 然后有一个带拉滑的小格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小的 两个小格 我比较喜欢这个 然后它的价钱是 359 它现在是有活动 一直到明天就是满300-100 满200-65好像是 所以我这个包最后拿下来是 259加税 就是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 而且它说这个是牛皮的很软 然后我看网上介绍就是说 这个皮的话你越用越好 越用越亮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他也跟我说 说如果你想保护一下 你就擦点油什么的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西帽的购物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到时候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 那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